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這是三角形的ABC 第一分別是終點 這是1比2 然後現在的話 他說EF比FC是1比2 EF比FC 這是1比2 就是說 這是它的終點 然後連接EV 還有呢 把這個延長 延長以後呢 然後這個是DH 與EV交於Z 跟EC交於F 跟VC 就這一個 跟VC叫H 好,那麼他現在會說 DG DG 比上ZF 比上F H 等於多少 就是說 這個 比這個 比這個 等於多少 那我這個叫A 好了 A比B 比C 等於多少 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是平行的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是終點嘛 這是1比2 這是1比2 R一個共角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那相似的話 所以這個什麼呢 對應角相等 這是同位角 所以這兩個就平行 這兩個是平行的 好,那既然平行的話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因為這個內 這個是內錯角要一樣 對領角也要一樣 A性質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那相似的話 那我就想著說 這一邊比這一邊 就等於1比2 也就是A加B 比上C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1比2 1比2 好,再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比這個 這也是1比2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對面乘比例 這一邊比這一邊 就等於這個比這個 所以這1比2 還有這兩個三角形也是相似的 這1比2 所以這也是1比2 這也是1比2 就這個比這個的話 它是1比4 那這1比4的話 會等於多少? 我們就說 就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那1比4呢 等於這個1比4 就是a a比上多少呢? 比上b加c 是等於d1比3bh d1比bh 就是1比4 1比4 好,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 算出a比b比c來 好,那怎麼算 我就移過去 2倍的a加b等於c 然後這是4a 4a 4a是等於b加c 然後我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2a加2b等於c 那移過去 4a減b等於c 那我把c看的是常數 把a解成c 那我現在把b消掉 b消掉的話我把它乘以2 乘以2的話加起來 加起來2a加上8a是4a 10a的話是等於3c 好,那這樣的話 我a把它解成c a的話就等於10分是3c 再來我把b解成c 把b解成c的話 a要把它消掉 所以我把這個乘以2 這個不要乘 乘以2以後的話 這2得4 那我現在1減 1減的話是4b 減掉-b 就是5b 5b等於多少呢 2c減C就是c b等於5分之c 好,那這樣我a比b比c 就是這個比這個比這個 就是a比b比c 等於多少呢 a是10分之3c 比上多少呢 b是5分之c c 在比上c 那c可以約掉 c約掉以後 我把它全部乘以10 全部乘以10以後這是3嘛 c把約掉 然後全部乘以10 乘以10這是3 乘以10這是2嘛 那比上多少呢 然後乘以10就10 所以是3比2比10 3比2的話 加起來 這兩個加起來 3比2加起來是5嘛 5比10 這個就是1比2 沒錯 所以答案的話呢 是3比2比4 那3比2比10 應該選哪個選項 我們來看應該要選a 選a 3比2比10 1比4 2比4 2比4 2比4